回答NVIDIA相对就没那么强势了 205美元有货买入了 应该怎么做呢?应不应该保持住呢? 205美元的话就应该反过逆推 就是前一段买 其实他买的位置很漂亮的 因为市有逆推的话 就是他大爆升浪那段的前值的指浪 最低位这样的 然后升到340元没有食股 然后跌了下来 肯定在人性的心态就觉得 哎呀,我上段都没有指责 那现在我还有40元站 不如我扔掉它吧 那这个不怪的 人性心态以自我保护 还有觉得有一种所谓高位不食的悔痕之下 其实有了一种这样想自我保护的心态 我相当容易理解的 甚至就是说有部分股份 你这样扭来就是对的 因为有些比较弱性的股份 如果你掌握涂真门的话 可能会真的200,150 那是要这样跌的 但是NVIDIA 那我利申,我持有了很多年先 所以你当个主见也好 或者是因为持有对他说好话也好 那我始终都是尽量是自己客观 是觉得你如果现在这个位置走的话 我觉得你短视可能没什么的 但是你可能尝试 是会有一定是所谓后悔的所谓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NVIDIA暂时的急速回套 其实可以用两个理论去解释 第一来说就纯粹跟着 纳斯打指数 或者近期美股相对的弱势 而第二 就是它自己的FORVPE 本身来说都是最贵 我知道最爆灯的时候 即使算FORVPE 都接近80倍FORVPE 或者90倍FORVPE 那这件事真心来说太过分了 因为它第二名的对加AMD 如果计算今年的FORVPE 其实来说的折扬度 是相对英伟达折扬了接近50%以上 那这个折扬的程度实在太过大了 那就变了 英伟达如果不公布一个比较漂亮的业绩 是有一定的沽压来说 你其实不可以去不体谅它 那所以就变了就是说 在短线来说 因为估值高企有一定的回徒的压力 希望大家成熟些明白 但是在中线的角度 我仍然有一个所谓上升的空间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